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一个奇观 而人类对于奇观的着迷程度远超过我们想象 举个例子 很多人都要去国外国内旅行 只要去到了一个陌生地方 最重要的 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去享受一些街上的景色 你肯定只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强制去推动你 去看一些地标建筑 或者是某一些很著名的演出 比如说你到了巴林 你要去看这个红魔坊里面的演出 你到了泰国 你要去看这个人妖秀 然后你到了这个纽约 你要去看白脑会 一样的道理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对于奇观的一个猎奇心理 因此如果你把行为艺术本身的表现形式 转化为一种对地标建筑的这个欣赏逻辑 其实很多根本没有把理解的这个艺术 它的表面其实就变得比较通俗易懂了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下 这位我特别特别喜欢 也之前在我的动态里跟大家承诺过 我会聊的这个摄影师 应该算是行为艺术家吧 但他的摄影师对他来说界限太小了 他叫哲苑立生 那么这位1946年出生的日本艺术家 他的作品虽然没有和他的年龄相仿的三本博斯 在我心里的地位那么高 但绝对超过了这个红到不行的 这个荒谷精卫和深山大道 他的作品非常 诶 诙谐幽默温暖 积极正能量 同时极具这个 我刚刚说的这个奇观的特质 这里呢 我要和大家分享两套他比较重要的作品 第一是他最经典的 使用六块左右 法式长棍面包包住脸 做成的一个面具 然后上街自拍的面包人系列 以及他和他母亲共同完成的 艺术妈妈系列的这个摄影作品 在面包人的系列里呢 哲苑立生去到了世界共 一共两百多个地方嘛 不一样的地方 通过自己或者去游说周围人 加入他 然后戴上这个法棍 法棍做的这个怪怪的面具啊 然后大摇大摆的走上街 拍下各种照片和纪录片 毋庸置疑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争议的作品 我这里呢 要再再次重复一下啊 当代艺术和普罗价值观的冲突呢 就像是我们经典的看到这个法海和白娘子一样啊 永远没有办法避免的避开的一个宿命 尽管这个法海 他是 法海啊 法海他是如此的这个正义凛然 他有他的这个正确的一个一个动机 那白娘子他也有对吧 但他们永远是一个矛盾体 没有办法避开的 这就是一个宿命 艺术呢 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提出新的可能 以及打破某一些既定的思维 或者呢提出新的视角 一些问题 既然是打破传统 那么很多时候正义反而是检验一套作品 是否拥有伟大气质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 当然他有大量的 也有大量的这个附庸风雅 为了引起关注 实际上里面是非常空洞 滑中曲统作品一大堆 所以呢 哲宾立生的这套面包人呢 除了透过搞怪引起别人注意之外 似乎有更多令我着迷的地方 比如说不同的 不同地方的这个群众 对他行为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连锁反应 有一些乞丐呢 想要抢掉他的这个面具 当饭吃 这是真事 大家可以去查 有些餐厅的人把他赶出去 理由是他在里面浪费食物 这个事情好像发生在莫斯科还是在那里 俄罗斯 也有很多路人呢 觉得很新奇 自发要加入到他的这个行列 带着这个自制面具 在不同的人群里 所激发的这个互动呢 能够体现出不同国度的 不同阶层的人 不一样的一个欲望 这一层体现了这套作品呢 我觉得一个社会价值吧 起码是 那你说 我刚刚说到欲望 穷人想要吃 没有错的 没有问题 温饱问题没解决 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 拿着这个东西当面具在玩 我当然要抢你的东西了 对吧 那有些人觉得你浪费 有些人厨师觉得 我食材已经很紧张了 他都是某一种欲望 在驱使他们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吃是一个欲望 制止也是一个欲望 他的欲望再往下去想 他有很多的 所以就是一个社会学的价值 这东西了 那如果大家对他的 这一系列的这个视频有兴趣的话 要去详细的去看他的一些 video 然后他在日本 实际上在年轻人的 日本年轻人的心里 是非常非常火的 那么回过头来说呢 我还能看出 他对于信仰方面的这个提问 他知道作品 为什么使用长棍面包 做面具呢 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和逻辑 其实没有人知道 他自己 虽然说啊 有讲过说 因为这个渊源是来自于 圣经里面 面包是代表身体 但我事实上觉得 这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了 但是他是如何看待这个面具 和戴着面具出去逛街的意义 我觉得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这也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地方 不重要 对他来说重要 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意义了 所以 这个作品重要的地方就在于 每个认知背景不同的人 为什么会加入 这是一种单纯的信仰 为什么有人看了他的这个东西 觉得很好笑 我也要戴着面具 有人觉得我这是圣经的典故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就是想开心一下 我只想玩一下 有些人觉得 有一个面具在脸上覆盖着 有一种安全感 我想用这样的方式 重新介入到社会的活动当中去 这也是不同的一个尝试 然后 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种 每个人做的不一样的动机 背后的产生不一样的意义 原因只有 自己心里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做 只有你知 我知 天知地知 别人不知道 信仰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信仰最大的一个天敌 就是抛根问底的去 去聊逻辑 这个事情 怎么会 一步一步用逻辑推 那信仰就是变得 就是 绝对是不堪一击了 不要想那么多 觉得好玩去做就对了 这就是一种信仰的一部分 我 我并不觉得 他在开展这套作品之前 就已经想了 就是说 已经摆明态度 想要影射一些信仰问题 但最终呈现的结果 让我不得不这么联想 我只能说 这是我的获得解读 回到开头所说的 这个奇观行为 艺术最终 是否能够彻底进化出 这种终极的 纠集气质 我觉得你的 你的行为艺术 最终变成了一奇观 它就是一种 一种纠集的一个状态 但需要时间和数量 这两个 我已经讲烂的 但听上去最简单 也是最难做到的元素去加持 而他的两套作品 都具有这种 他的很多作品 都具有这样的一个 这些是一个 非常基础的 一个元素 时间 还有他的一个数量 回到艺术妈妈 这套作品 其实 我觉得也算是一套 行为艺术的作品 只是使用摄影记录罢了 哲云立生 有一个伟大的母亲 从小就非常支持 她投身艺术 为此 她不懈努力工作到 75岁 来给哲云立生 建立经济基础 我相信 曾经生也是有赚钱的 只是说 他有很多作品 是需要更多钱 对不对 去做 所以 妈妈也是赞助他一点 那你可以去理解 他为啃老吧 但如果你从一个 给人类留下的 一个艺术价值的话 我觉得 再去谈什么 所谓的啃老 真的是太 儒家思想的一个羁绊了 因为有些人 他有他的信仰 他为了达到 做到自己 真正的伟大的作品的时候 只要你最终做出来的 结果是OK的 那你的名气 你的名声 就是正的 如果你做了很久 最终还是失败 那对不起 这世界就是很残酷的 所以 要不要 极端的 你说通过捧扰的方式 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 你去创作 这是你的选择 最终很残酷 只有结果会改变 直到最后 他的母亲就得了阿采摩症 蛮可惜的 哲人医生知道 母亲得病后 就立刻回到日本 长期照顾母亲了 并且用这个行为艺术 来帮助母亲抗疾病魔 我们都知道 阿采摩症 是一种持续性的 神经功能障碍 并且严重的患者 会严重健忘 无法治理生活 和进行正常的情感交流 行为能力逐步跌到 婴儿的一个状态 这个系列中 有一个我觉得蛮怎么讲 这个很无畏杂成的 一个一套作品 叫做轮胎交流的作品 他的母亲和邻居 一些老人 每人脖子上 套了一个废旧轮胎 这其实真的很伤感 废旧轮胎是垃圾 但又不是普通的垃圾 在日本 它不能直接放到垃圾桶里的 它有专门的回收站 在这里 一个明显的象征元素出现了 我一直在讲 艺术作品的象征元素 这是我们要去找的 也是最有最玩味的地方 客观来看 这些轮胎就好像某些老人 孩子也许是他们的回收站 也许不是 会丢弃他们 也许不会 孩子们使用了一辈子的轮胎 走完了自己最重要的人生历程 在中年的时候 会问自己 这些老轮胎 我们该怎么处理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个 他的一个提问吧 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想想 这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吧 每个人到了人到中年吧 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 那哲学历生呢 除了冷静的抛出 这些残酷的社会问题 同时呢 他又用他的经典的法官面包 还有各种其他的恶搞的方式呢 尝试去解决 或者说 展现 他对于如何善待老人 所提供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 他绝对是 一个小 你可以说他之前 他母亲一直 他啃他母亲啊 或者什么 但是从这个 他母亲犯病之后 他直接立刻回来来看 一直照顾到他最后 我觉得是一个 蛮懂得感恩的 孝顺的一个儿子吧 这点我觉得是 毋庸置疑的 而且他并不是 只是说去 去单纯的照顾他母亲 他还用他所学到的 这个艺术的方式 去邀请他的母亲 把他母亲再带到 各种生活场景上去 让他和世界仍旧 保持一种互动 这种努力 被搞笑的表象 轻松化了 看上去好像很轻松 实际上这是一种 我觉得非常 有教育意义的一种 你不要总觉得 好像照顾一个病人 或者照顾一个失智的老人 你就只能每天 就是为他吃喝拉撒 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他重新获得尊严 这是听上去 是一个不可能的 让一个失智的老人 怎么重新获得尊严呢 我觉得哲云利森做到了 然后他的切入角度 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其实艺术家说白了 他都爱教育别人 他也在展现到可能性 展现可能性也是一种 他尝试 他也想教育 但他切入的角度 刚刚好 如果不好的话 就会变成 好像要教科书那样的一个状态 变得非常平庸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哲云利森的作品 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 好 非常感谢大家 我是行李 希望今天大家喜欢这个内容